警方遇到了一起诡异的绑架案 明明被绑的附加千金已经逃脱 但绑匪却发来短信通知家属 继续提出索要巨额赎金 更加让警方想不通的是 明明绑架案共有三个嫌疑人 可除了现场抓到的送犯人陈明峰外 真正实施绑架的富二代文景 以及他的同伙段哥 却突然人间蒸发 审议根据任志描述画出文景的消想 可资料库里却查无此人 既然绑匪提出索要赎金 那他应该还不知道人质已经逃脱 成队决定利用这个信息差 联合家属布局抓捕绑匪 但奇怪的是 直到地铁的乘客都走光了 警方也没发现有可疑人员出现 成队本以为是绑匪有所察觉 可技术部的同事通过定位绑匪的手机 发现对方根本就没来地铁站 更更诡异的是 警方定位到的绑匪手机位置 正是绑架现场的小黑屋附近 让成队想不通的是 绑匪通知家属交赎金的短信 为何是定时发送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审议根据陈明峰的描述 画出了段哥的人像 可资料库里一样查无此人 成队判断现在只有三种可能 一是陈明峰撒了谎 二是审议画错 三是两个绑匪都不在警方的信息库里 可审议仅凭人骨就能画出人脸 难不成会同时画错文景和段哥的画像 成队因此断定第二种可能不太可能 所以警方决定深入走访排查 找到更多的目击者 从而追踪文景和段哥的具体下落 结果发现两人留下了不少痕迹 可奇怪的是 警方就是找不到这两个人 这时审议漫不经心的一句话 却让成队茅测顿开 除非他们不存在 成队重新走访了案发现场 又一人三部手机互发短信 最终一套流程走下来 发现从实施绑架到索要赎金 所有事情一个人就能办到 难不成段哥和文景是同一个人 如果是这样 那就代表审议这次真的画错了 你可是看着骨头就可以画出脸的人 不过也没事 画不画皮难画恐怖 画不出来也真不错 可没想到成队的这番嘲讽 却让沈亿脚踩电门茅测顿开 画骨 他立马在玻璃窗的两边 同时画出段哥和文景的骨像 然后双手一合将骨像叠在一起 结果两人的头骨竟然一毛一样 段哥和文景的头骨是一致的 他俩是同一个人 可能不止他人 而沈亿口中的第三个人 正是绑架现场抓到的陈明峰 这个是华木瑶指认的文景 这个是你指认的段哥 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你熟悉吗 这是我吧 没错 看到三张脸的头骨轮廓完全重合 陈明峰的谎言便不攻自破 文景 段哥 都是你一个人假扮 陈明峰还想狡辩 可沈亿却拿出了一张人皮面具 他通过将魔玉炖烂 精简处理形成弹性凝胶后 加上猪蹄熬制出的胶原蛋白 便仿制出了足够以假乱真的面具 而之前从陈明峰的家中 警方就找到了大量猪蹄和魔玉 并且通过画像上的陈明峰签名 警方查到和文景写给人至情书上的字 二者的笔顺和着力点一模一样 因此从字迹上判断 陈明峰就是文景 铁正如山面前 陈明峰终于交代了一切 原本他高考成绩优异 却在上大学时 被富二代陈亭飞冒名顶替 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正是仁智的父亲画校长 他看上了富二代家里有钱有势 于是利用职务之变 不仅让富二代上了大学 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而陈明峰的一生却毁了 因此陈明峰选择绑架他的女儿 至此易容绑架案落下了帷幕 可就在这时 某栋公寓又发生了一期惨案 一个男人假冒快递员敲响女人的房门 等到对方开门时 好久不见 离奇的是 警方接警赶到现场时 躺在地上变成尸体的却是男人 候选择